这里是摩阴县的孟良固 孟良固位于摩阴县和宜南县的交界处 属于蒙山山西 因为北宋时期 抗辽英雄孟良曾经在这里屯兵而得名 1947年国共内战 因为在这里发生了一场孟良固战役而闻名 到孟良固来玩 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山下的纪念馆 然后是山上的战争遗址 纪念馆从南到北 就在这条中轴线上 胜利大道 咱们一起依次参观一下 首先是刘晓浦 刘一梦革命世纪陈烈士 就是在里面红色的建筑 陈烈士门口有一块仿制的四五烈士纪念碑 原碑在济南 这块碑是为了纪念1931年4月5日 被国民党处决的22位共产党人所见 刘晓浦 刘一梦都是这22人其中之一 史称四五惨案 纪念碑的正面是烈士们的铜雕 下面是遇害使监 这是背面 左边是修建陈烈士的捐款名录 右边是22位烈士的介绍 第一位烈士叫邓恩明 贵州前男利波人 上一次是利波 我去过他的纪念馆 侧面是利杯的碑记 刘晓浦 刘一梦 两个人是数职关系 都是咱们舵庄镇人 两位都是共产党早期山东地区的领导人 刘晓浦担任山东省执行委员 兼秘书长 刘一梦担任共情团山东省委书记 两人约翰时都只有二十几岁 雕像后面是两个人的世纪陈烈士 好像没开门 真的没开门 可惜了 咱们沿着中头线继续往里逛 两位烈士的陈烈士后面就是孟良谷晚小旧职 这个小学和我小时候的小学一模一样 这座孟良谷晚小 是1952年为了纪念孟良谷战役而建 一共有教室24间 办公室4间 宿舍4间 最多可容纳400名学生 是不是和咱们小时候上学的学校一模一样 在那个年代人口众多 基本上每一个村都有小学 后来人口减少 声援不足 全部合并到了镇上的中心小学 这座小学还有一个名字呢 舵庄镇孟良谷素育红军小学 这座小学也逃不过关亭的命运 现在都已经搬到了舵庄镇中心小学了 最后咱们再看一下墙上的黑板报 也是相当有历史感的 小学的对面就是孟良谷医院 和小学一样 也是1952年为了纪念孟良谷战役而建 一共有病房10间 门诊20间 床位10张 职工13人 现在的孟良谷医院已经搬到舵庄镇上了 沿着宗宗县继续往里走 来到了纪念馆的停车场 左手边有一个小超市 还有游客中心 这里面参观都是免费的 入口中立了一座雕像 雕像上面是孟良谷战役的指挥者 陈毅和素育 在1947年5月 孟良谷战役建灭了国民党的精锐部队 枕边74师 以及援军一部一共3万2千多人 流转了华东以及全国的战局 石碑的下面是一首诗 陈毅元帅所写 送孟良谷战役大劫师 再往里走 那个红色的建筑就是纪念馆了 纪念馆高19.47米 外形是两个红色的三角形战旗 纪念馆的后面还有瞻仰广场 素玉木 烈士宁园 瞭望塔 雕塑园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孟良谷战役遗址 在孟良谷山上 你这里挺远的 纪念馆前的两边还有好东西 左手边有几个武器 都是老古董啊 这是一门苏年的M1938式 122毫米榴弹炮 最大射程1180米 每分钟可以发射5到6发 这个型号是咱们国产122榴弹炮的祖师爷 这门炮是参加过解放战争 抗美援朝战争的 在1980年退役了 在孟良谷战役胜利50周年的时候 由解放军捐赠 122指的是这个炮丸 直径122毫米 还有一辆苏联造的T34中型坦克 战斗权重32吨 功力500马力 最大时速55公里 装备的是一门85毫米坦克炮 最大射程13800米 顶上配有一艇12.7毫米高射机枪 两侧各配有一艇 7.62毫米机枪 苏联造的T34中型坦克 是公认的二战期间最好的中坦 倾斜装甲的设计 对各国的坦克发展 有着深远革命性的影响 这辆坦克参加过抗美援朝 1985年退役 也是在孟良谷战役升临50周年 由解放军捐赠 纪念馆的右边 是蒙英县纪念孟良谷战役 周年庆立的纪念活动碑 一共有4块 从40周年到70周年 各立有一块 现在咱们就要进入博物馆了 博物馆门前还有一座雕像 雕像上面写的四个字 英雄孟良谷 这是苏玉写的 雕像的内容就是 正在战斗的解放军战士 博物馆是在一楼 咱们现在爬到了二楼 咱们下去到博物馆参观一下 从这里再往北走 依次是瞻仰广场 苏玉墓 烈士英明碑 最高的那是廖望塔 两边的树林里面都是烈士墓 很多很多的墓 虽然说消灭了 国军74师3.2万人 解放军也损失了1.2万人 博物馆的入口是在一楼的北门 外面是特别热 这里面空间开放了 特别凉快 家里面多待一会儿 凉快凉快 刚进门 就用三句话总结了 孟良谷战役 打破进攻 转变战局的关键仪仗 正面迎敌 敢于较量的经典战力 以若胜强 为奸王牌的著名战役 一共用四大部分 给我们介绍了孟良谷战役 第一部分 敖战孟良谷 在1947年4月 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的 国民党重兵 向鲁中山区推进 华东野战军主力 主动动撤 集结在来武 新泰 蒙英以东地区 国民党枕边74师 在两翼的配合下 向坦布以南进军 华东野战军 一巴纵队 插入74师 与配合部队之间 将74师 包围在孟良谷的狭小地域 枕边的74师 被包围后 坚守待援 国民党军的10个枕边师 分路向孟良谷持援 企图与 华东野战军主力 在孟良谷进行决战 华东野战军的主力部队 则对74师 加速进攻 双方对孟良谷附近的制高点 进行了反复争夺 战况空前积累 国民党的各路援军 被解放军的组员部队拖住 在5月16号 华东野战军全揭了 国民党王牌师 74师等部队 3万2千多人 并且击毙了师长张宁甫 解放军也上网了 1万2千多人 第二个部分是 兵民是胜利之本 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 只有动员和依靠群众 才能进行战争 战争的胜负 不仅是作战双方的兵力 经济实力的较量 更是民心和民力的较量 在孟良谷战役中 一蒙人民全力支援前线 最后一口饭做军粮 最后一块布做军装 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 为这场战役的胜利 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血与火的战争中 做就了一蒙精神 这就是兵民是胜利之本 第三个部分是 唯有牺牲多壮之人 在孟良谷战役中 华东野战军不畏强敌 欲血奋战 有2043人献出了宝贵生命 9千多人光荣富商 地方武装和民兵组织 积极配合作战 人民群众踊跃之前 为孟良谷战役的胜利 立下了不朽功勋 他们的英明 永远铭刻在 中国革命的史册上 最后是第四部分 传承红色基因 弘扬遗蒙精神 岁月如梭 硝烟散尽 在曾经无数革命先烈 浴血奋战的遗蒙热土上 孕育出了遗蒙精神 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 不仅诞生了无数圣贤奇才 同样也诞生了无数英雄儿女 遗蒙精神是宁宜人民 乃至全国人民 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 与延安精神 井冈山精神 西百坡精神 并称为中国四大红色革命精神 遗蒙精神 都有哪些可歌可泣的故事呢 咱们一会儿去遗蒙勤 雕塑园解开答案 出了纪念馆的展厅 继续往北 来到了瞻仰广场 咱们一起去瞻仰一下 孟良古战役中牺牲的 2000多名战士 首先是苏玉木 苏玉是解放军 唯一的十大大将之首 同时也是十大将中 唯一的少数民族 苏玉身前立下遗嘱 与他一起共同战斗的战友 很多人都战死了 可他自己还活着 苏玉认为对他们是一种亏欠 决定死后把自己的骨灰 撒在大家一起战斗过的地方 希望与长眠在那里的战友们在一起 其中一处就撒在了孟良古 再往北走 到了鹰猎亭 亭子里面是烈士鹰鸣碑 牺牲的人太多了 没办法一一的立墓碑 然后就同意的立在这里 碑上面写买了战友的名字 密密麻麻的 一共2043人 在烈士英明碑的周围 就是孟良古烈士林 林子里面躺着孟良古战役中牺牲的 2043人 在其中一个角落 还有九座著名烈士墓 一共有九位 都是咱们孟良古地区 走出去的英雄人物 也被安酿在了这里 最后这个建筑是撩望塔 爬到塔上面往南看 可以完整的看到孟良古纪念馆 向北看可以看到整个孟良古山系 但是它锁住了 我们无缘观看 从撩望塔右拐向东走 就是宜蒙琴雕塑园 咱们一起去欣赏一下 好 我不想认识